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Jaden 所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汽车保养的影片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这个专题了 所以今天由于这个最近也是非常多的新车发布在马来西亚的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汽车保养的成本主角就是这个Torota Corolla Cross 所以我相信在看了各位已经成为这个Corolla Cross的车主或者这已经是准车主在准备等车的 这样这款车在马来西亚的销量也是非常的高啦 在马来西亚的销量大概是到现在目前为止是已经超过一万个订单 而且每个月交车的数量已经超过两千台 所以由此可见这辆车是非常好卖每个月的这个等候期间都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所以很多观众已经敲完讲这个Corolla Cross已经出了那么久 我们还没有做它的汽车保养的这个成本的影片 这样今天就来了 到底要保养这辆Torota Corolla Cross要多少钱呢 所以我们从这个Normal Service开始讲起 所以这个Torota Corolla Cross它是采用一个0W20的全合成机油 这个合油它是174令吉它需要用到10L的 所以Torota Malaysia给出一个 建议的期间进行service就是每1万公里或者是这个6个月期间的 So whichever comfort 啦 所以这款车我也是在这边给出一个列表 So show 出 每一次Normal Service大概是要多少钱 So 这辆Torota Corolla Cross每一次大概的平均Normal Service 1万 2万 3万或者是 5万公里的话 它的Normal Service的价钱大概都是在350令吉左右 这样根据这个Torota Malaysia给出的这个价钱表啊 当中也是包括这个123令吉的 Label Cost 这个只是Normal Service的 Label Cost 而且这个是已经是比较优惠的价格了 而且它是在1000还有5000公里的时候才不需要给Label Cost的 这样在1000公里和5000公里就是第1次和第2次的Service 是没有更换太多东西啦 只是更换一些Oil Filter这样子而已 So 那两次的Service大概都是在100令吉左右而已啦 讲完这个Normal Service的部分啊 这个Major Service for Torota Corolla Cross的话 它是在4万8万还有10万公里 也算是它的Major Service啦 所以首先是从这个4万公里 在之前这个Normal Service需要更换的部件的基础上 还要更换多这个Brick Fluid 还有这个Air Filter的 所以这两次的这个Service大概都是要在550令吉左右 再加上这个8万公里的时候更换东西更加多 因为当时候是要更换这个Engine Coolant 还有这个CVT的牙油 所以单单这个CVT的牙油就已经306块 还有这个Engine Coolant也需要200多块 所以在这次的Major Service 8万公里的话 它的保养费用已经来到1100令吉 还有一次就是10万公里 这一次是要更换这个Spark Plug 就是火星塞 So 多大马里确是建议这个10万公里才需要更换这个Spark Plug 它一颗Spark Plug的价钱是70令吉 所以四颗就280令吉 所以这次的Service 也会比较贵 因为更换东西也是比较多 所以根据我们多大马里确拿出的列表是 已经是来到750令吉 以上我讲的这些价格啊 都是这个 普通版本 Patrol 版本的这个Corolla Cross 的这个保养成本 如果是Hybrid 版本会贵出一些些 其实它是在这个Normal Service 的价钱不会太大的差别 都是在300令吉左右 只不过这个Hybrid 在这个Major Service 的时候 也就4万8万还有10万公里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首先在4万和8万公里啊它需要 Service 这个Inverter 还有电池的这个System 还有它的Cooling System 所以这个价格已经来到189令吉 当中也需要缴付一个200令吉的Label Cost 来维修这个电池的 再加上也是需要更换这个 Inverter 的这个Cooling System 的这个Coolant 所以这个也是要一个73令吉 所以在这两次的Service 的时候啊这个Corolla Cross的Hybrid 版本会贵很多 因为包括这些东西再加上这些 Inverter 还有这个Battery 的Label Cost 之外啊 加加买买大概都要1500令吉左右这次的Service 再加上这个Corolla Cross Hybrid 版本 其实它已经不是采用这个CVT 的牙像 它是ATF 就是单Speed 的啦 就是很多现在目前Hybrid 车采用的 所以它的这个牙油其实的价格也不会很贵 所以就跟这个CVT 普通版本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都是在300令吉左右 只不过它的Spark Plug 会贵出一些些 普通版本我们刚才讲的Spark Plug 是70令吉一颗嘛 它是88令吉 所以四颗就是350令吉 比起Battery 版本也贵出100块 所以在它的10万公里的 这个保养的时候要大概850令吉左右 讲完这个Service 的部分 我们就来讲一些存号件就是Ware and Tear 的 所以由于这辆车的发布时间还是算很新啦 大概6个月而已 所以大概全部价钱都是我们宣问这个Dota Malaysia 给出的价格 而不是外面的OEM parts啦 所以首先我们就来讲一讲它的brake pad 是多少钱 它前面一双的brake pad 是420令吉 后面是370令吉 要注意的是这辆车的4个disk 都是采用4个disk brake的 全车系都是一样 像轮胎方面啊 它是有两种尺寸的轮胎 首先是低配版本的1.8g 它是采用17寸的这个21560 R17 的轮胎 所以我们询问了这个Wordshop 的价格 当然这个不是原厂的价格啦 外面这条轮胎大概是卖着330-350令吉左右 而高配版本的1.8 V 或者是 Hybrid 版本 它是采用一个比较大的尺寸的轮胎 它是采用这个18寸的 225 55 R18 的 Michelin Primacy 4 SUV 轮胎 像这个价格也是贵很多 就来到750令吉左右 所以在电池方面我是讲 前面这个 Engine Bay 的那个电池不是 Hybrid 系统 所以这个电池的话在这个 燃油引擎的Crola Cross 的时候 它是采用这个DIN 55 的新号的电池 这个电池大概外面的价格是 350令吉左右 而如果是 Hybrid 版本因为它是带有这个 Auto Start Stock 的功能 所以它是需要采用这个 Q851 FB 的这个 电池组所以这个电池组就比较贵啦 来到 650令吉 同样跟轮胎也是贵出一倍的价格 所以讲完这些普通的损耗件 这样由着这个车铃增长啊 虽然多大都是很 calm的啦 但是 还有些东西还需要更换的 像是这个 Engine Mounting 它一颗的价格是 620令吉 如果同时要更换4颗的话就已经来到 2500令吉 这不包括 Label Cost 所以如果你单单要换 Engine Mounting 的话就要准备3000块了啦 还有包括这个 Lower Arm 的价格 一颗 一只啦 就是 442令吉 所以你换上4只的话也是需要 1800多令吉 除了这个 Lower Arm 啊 当如果你的车有这种 Glocklocker 的声音的时候 也是代表你需要更换 Absorber 像它的 Absorber 单只的价格是 1020令吉 所以你同时更换4只的话 就要4000多块了啦 这个真的是你前把要够厚一点 现在的车的这个头灯组都是很 fancy 的嘛 就是包括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它的头灯组 全车系都是全 LED 的头灯 而且高配车型也是带有这个 Auto High Beam 的功能 像当然这个头灯组也是很多网友有问过 这个头灯组要多少钱 所以我们问出一个价格就是 一个 不是一套啊 一个就是 3200令吉 所以一套的话要6000多令吉 所以大家驾车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刻坏你的头灯组 要不然 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Hybrid 车型啊 已经占总销量的 40% 相对的来讲非常的高 比起 UNW Malaysia 预期的还要来得高啊 所以这比起它的同级别竞争对手来讲的那个 Hybrid 车型还要 好卖 所以已经代表马来西亚很多人 已经接受这个 Toyota Hybrid System 这样我也相信很多人是关心这个 Hybrid System 大概过了这个半年后 过了这个 warranty 我要重新维修要多少钱 这样这个 这辆车还是非常的新啊 所以我们问 Toyota Malaysia E 他们也还没有给出一个非常准确的这个价格 它只能告诉我是大概是8000到9000令吉左右 这只是单单那个 Battery Repair 的这个费用 而不是整套系统 如果是包括这个 Labor Cost 还有 Inverter System 还有它的整套 Cooling System 的话 肯定是超过15000左右了 其实说真的这个 10多千的这个 Hybrid System 维修 或者是更换的费用 其实没有讲到很贵 因为你这辆车大概都是开了8年 甚至是10年才需要更换的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参考一下 之前这个 Toyota Camry Hybrid 或者是 Prius Hybrid 他们的耐用程度也是非常的高 这样大概是这辆车成熟过后 外面也是找到非常多的 OEM Parts 应该是便宜很多的 但是如果大家还是担心这辆车超过8年会出任何问题的话 你也是向这个Dota Malaysia 购买这个 2950令吉的这个 Extended Varranty 注意这个 Extended Varranty 只是 for Hybrid 车型 就是 on 这个 ECU System 还有这个 Hybrid 电池主罢了 就不包括整辆车的啦 他这个 2950令吉是 only for 这个 Bad 3 还有这个 ECU 就是 for 这个 Hybrid System 而已 不包括整台车的这个 Varranty 所以这个 Varranty 是 based on 原本的 8 年 再加上 2 年 所以 total 是 10 年 所以如果你要再加的话就没办法再加 这个只是 Maximum 是 10 年了 这样讲完这些维修费用 这样你每一年需要 交付的这个 Rutex 是 360令吉 因为全车系的都是 1.8 的引擎 而且它是 SUV 所以是 360令吉 还有它的 Insurance 我假设你是 0% NCD 的话 Torota 官方给出的这个 Insurance 的价格是 Rp 3600令吉 Rp 3800令吉和Rp 3900令吉 这个是分别是 1.8 G 1.8 V 还有 1.8 Hybrid 车型 所以根据越高车型肯定是越贵 因为它的 Market Price 越高嘛 所以这就是 还没有包括这个 Ring Screen 就是大境险或者是水灾的 所以加加买买来大概都要 4000令吉左右 但是这个是要 你去询问你自己各自的这个保险公司 会给出不一样的价格啦 这只是给予大家一个参考的价格而已 这样在最后我也是 Refresh 一下大家这个 Torota Corolla Cross 的价格 现在是有这个 SST 了 虽然它价格是分别是 128,000 134,000 还有 139,000 它的每一个 Spec 各自的这个 difference 还是蛮 consistent 的 所以这就是取决于大家怎么样去选择 而且这个只是给予大家一个选择的一个选项 所以 这个 Spec 的话就是每一个车型会有不同的价格了啦 这样官方Torota Meritio 也是给出一个让你省一些些钱的这个 Package 也就是他们的Torota Service Savers 的这个 Plan 它分别有两种 一种是三年一种是五年的 三年是 2100令吉 五年是 3500令吉左右 这样这个 Package 到底包括什么东西呢? 包括这个两次的 Free Service 还有 五次的免费更换黑鱼 也是可以同样享有这个 20% 的做 Balancing 或者是 Alignment 的 10% 的 Offer 如果你购买任何的 Toyota Union Parts 这样如果是五年的 Term 的话 它是包括三次的 Free Service 还有8次免费更换黑鱼的 同样也是可以享用这个 20% 的 Balancing 和 Alignment 10% 在这个任何的 Toyota Union Parts 就算你买了这个 Torota Safety Savers 你还是需要给这个 Service 的钱 只不过会便宜一些 因为它是会扣除这个 10% 或者是 20% 还有头八次也是免费更换这个黑鱼的 所以大概会省一些些钱 Torota Malaysia 给出的这个 Savers 大概一年是可以省 500令吉左右 这样这个就看各位要怎么样去选择这个 Service Package 你可以把这个 Service Package 列入你的 汽车的这个价钱里面放进你的供款 所以你每个月是供多一个 30 令吉左右 所以你就不用翻这样多 所以这个也是Torota Malaysia 给出的一个 Offer 啦 所以以上就是这个我们为这个Torota Corolla Cross 保养成本的这个影片 所以大家还想看任何的新车做这个保养费用的这个影片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想看哪一款新车的这个保养费用 这样大家可以 更加清楚 自己是否可以 afford 得起这辆车子 所以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出去 我是Jaden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